空军少校退伍的易俊成老先生 今年即将满100岁 台中县荣福处18号特别道府 安排一场惊喜庆生会 不只送上大蛋糕还有受扁 还有替代艺现场演奏小提琴版的 生日快乐歌 而年迈失智的易老先生 也许下一个特别的生日愿望 家人也期盼他能够健康快乐 替代艺来演奏着小提琴版的 生日快乐歌曲 优美旋律搭配充满活力的歌声 生日会现场既温馨又欢乐 刚好他个人的兴趣 在拉小提琴这一方面非常有专长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下 邀请他来参加 让今天的这个活动能够更加圆满 台中县福处进行安排的演出 都是为了庆祝易俊成老先生的百岁生日 民国11年2月2号出生的易老先生 在民国37年进入军旅 在部队服役到民国58年 以空军少校退伍 和妻子育有一子一女 虽然现在年迈又失智 但对家人而言 依旧是位幽默幽默负责任的好爸爸 爸爸是蛮开明 然后很健谈 然后蛮有幽默感的 我的感觉是他是比较有责任感 对就是对这个家庭很有责任感 吹息蜡烛